中華職棒今天晚間兩地開打 抖六球場的失息對決 因為下雨天而保留 另外在桃園球場開打的向緣大戰 向對火力凶猛 連續七個半局都有分數進帳 就算原隊七局下 靠著連續安打跟陳俊秀的滿罐炮 單局打下六分大局也無力回天 中場中信兄弟十比七擊敗Lamigo 繼續位居下半季的龍頭寶座 下半季的中信兄弟瑞伯克當 面對Lamigo陣中的聖頭王兼防禦綠王藍斯佛 二局上靠著連續兩隻安打 和許極鴻的高飛犧牲打率先打破亞丹 這是平飛球 二局下桃園靠著郭炎文的陽春炮頒平比數 不過今晚向對火力凶猛 三局上馬上夾被奉還 單局攻下三分 將比數超前為4比1 似乎兩局向對繼續追下分數 逼得原隊先發藍斯佛 只投5局就丟掉6分退場 七局上半結束 地住桃園已經以1比9大幅落後 不過陳俊秀說沒關係 用變化球投進來 打到了中萬野方向 這是一隻滿冠拳雷打 七局下半靠著連續安打 加上陳俊秀的滿冠炮 桃園單局冠進6分 將差距縮小為7比9 不過相對火力可沒因此熄滅 八局上又追加分數 連續七局得分追平1996年的隊士記錄 最後相對陳鴻文上場關門 連續16場救贏成功 幫助球隊中場以10比7獲勝 繼續位局下半級龍頭 UGEN TV綜合報導